花莲县彰化同乡会3号在永丰餐厅举行的会员大会 同时也举办新协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各县市彰化同乡会的理事长特别到场共乡盛举 和现场200多位旅花乡亲欢喜相见 幻场面十分热络 在110年1月3号星期前的这一天 花莲县彰化同乡会并且在永丰餐厅举行第11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各县市彰化同乡会理事长特地到场共乡盛举 在场200多位旅花相亲欢喜相见场面热络温馨 我在这一天同时也举行新协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在大家的推举之下 新协任理事长由陈东吴来接任 新协任理事长也同声要为同乡会来打拼 我这位理事长三年 大家理事团队都祝识是我 也很辛苦也很高兴 他以后我会做福岛理事长 我们福岛的包来 还比我做还比较好 这同乡会会员理事 包来一包团队 大家都很好 大家都很好 这有这个会这么成功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会做同乡会的存在价值 就是乡亲怜疑 乡亲关怀 这个我们会锅里面有乡亲 怀斗到帮忙 乡亲困难到沙缸 我们乡亲如果吼血 社会才能稳定 才能进步 理事长陈东吾表示 这次将会带领着全体李坚士们 让回舞真正日上 会员们彼此合作无间 展现高度团队的气势 未来在李坚士和会员们起心努力之下 造福自己的会员 凝聚相信力 营造祥和美满的社会 记得综艺 画领事报道